今天有一个女孩子过来面试 我们拍短视频和直播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生活在越南的阿翔 这个我相信很多人都认识 小龙 这个女孩子叫 她叫什么名字 安 安 翻译成中文叫什么 安啊 叫安啊 对 小龙啊她叫安啊 对 那翻译成中文就叫安啊 也是安的 是平安的安吗 对平安的安 啊她几岁了今年 他20岁 20岁啊 她还在上学吗 有 还是一个学生 她是学MN的行业 他学化妆的 学化妆的啊 嗯嗯嗯 家在哪里啊 我也不知道 啊 港特 港特啊 对 那她家在港特 那么 她想来我们这里工作 她对这个直播她了解吗 她还不知道 她只有听听而已 就是对直播不了解 那短视频她懂吗 就拍视频呢 啊 拍视频懂 是吧 嗯 那她那个 来我们这里工作 会不会影响她 读书啊 就是 来我们这里工作 然后还有读书 这样的话 她会累吗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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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会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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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会就好 那个小龙 那她对我们这个直播不了解 短视频了解是吧 那她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吗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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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她的意思说 呃 拍视频在哪里拍 呃 拍什么意思 拍什么故事 还是拍什么东西 哦 我们这个就是直播的话 是中国的软件 她懂吗 中国的就是 类似这个 就是 一些直播的平台 跟越南的直播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这个事就是 不是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们就是正式去分享生活 正式去记录生活 嗯 好 呃 呃 这个啊 呃 这个啊 呃 这个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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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那她如果 还有其他的朋友啊 就是跟她一样漂亮的 也可以介绍给我 嗯 嗯 嗯 对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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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我感觉到好像蛮高的 嗯 哎呀 哎呀 这多高啊 哇 这么高 好 坐下吧坐下吧 我这个相机撞不了 太高了 哈哈哈 嗯 行吗 那个 呃 现在这个 上班的时间 我自己都没定好呢 我也不知道 从哪天开始 嗯 这两天这样吧 小龙 你跟她说一下 我们就是这两天 然后 这几天 我们自己能商量的时间 如果可以的话 咱们过来先试一下 对不对 嗯 那你要让 那你要他安排 找商人去下午呢 所以说我还没商量好 这两天我们商量一下 看是 上午还是下午 或者是晚上 啊 然后我们定一下时间 到时候就来过来面 就试一下 就试一下 嗯 好吧 大家觉得 这个叫 叫什么名字 我又忘了 叫阿英 忘忘忘 安安的 啊 没事没事 我免得又忘了 大家觉得 这个女孩的直播 或者拍短视频怎么样 啊 如果有什么好的建议 啊 这个在评论区告诉我 行不行 这个叫小龙 看你是没问题了 是不是 好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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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